一出道就享有高人氣的南韓女團TWICE 出道半年就接下了13支廣告 近賺7000萬台幣 談成是超長的吸睛團體 不過這些錢TWICE恐怕一毛都拿不到 因為南韓演藝圈生態的關係 即便是當紅女團AOA和EXID 都是在出道三年後才領到第一筆薪水 而出道僅半年的TWICE 當練習車的時間大約三年半 目前鎖得應該還沒回本 所以極有可能還沒拿到薪水 而TWICE的台灣成員周子瑜 先前才返回家鄉台南硬考 成功取得國中同等學歷認證 日前傳出子瑜可能會透過珍視的方式 提前在5月就讀韓國高中 所屬的JYP娛樂雖然沒有透露報考的是哪一間學校 不過子瑜日前到首爾和林藝術高中面試的照片 早已在網路上瘋傳 如果成功考取該校 子瑜也將和隊友多賢和彩音成為同校的學生